第412集 在书上记载 月经又称作天魁 古人认为天魁是促进人体生长 发育和生殖能力 维持妇女月经和胎孕所必须的物质 是原因元气 皇帝内经诉问 上古天真论 二期而天魁至 任迈通 太冲迈圣 月氏已时下固有子 三期 肾气平均 故针牙生而长急 四期 筋骨肩 发肠急 身体胜壮 五期 阳明脉衰 面屎胶 发屎肚 六期 三阳脉衰于上 面街胶 发屎白 七期 任迈虚 太冲迈衰少 天魁结 地道不通 故行坏而无子也 说的就是月经规律 在月经里 有原因之气 能破仙人鬼 妖三界中法术 这个和马桶一样 用污秽之力 让法术失灵 古书中隐晦的写法 只用骑马步 月音 天魁等隐晦的词语代替 当然了 现在的隐晦词更多了 像什么好事 打姨妈 嗨 我这也是够倒霉的 竟然会碰到那种东西 这时鬼孩子说话了 他说 这回你服不服 和我玩些眼 你还差点 别看我比你小 但我的年龄比你大 服你姥姥 我堂堂一个同男子 被你一个小鬼制服了 还有脸在这一片混吗 你别以为我没有法宝 我还有一样法宝 藏在裤子里 不到关键的时候 不用 现在我这就给你来 泡轮回酒 让你喝了 再去投二回胎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约 尿 从湿从水 会意 方家为之轮回酒 还原汤 饮雨也 意思就是 小而为纯阳之体 代表着无限生命力的阳气 元气充满身体 尿液是肾中阳气 温讯产生的 虽然已属代谢物 但仍然保留着真元之气 我还是同男子 这个轮回酒 以前在牧室里用过 也是对付的小鬼孩 现在对付这个鬼孩子 丝毫没有压力 想到这里 我就准备给小鬼孩来点轮回酒 就在这时 刘家在后面喊道 小冬 你没事吧 我当时吓得浑身一抖 光想着喝鬼孩子斗法了 把刘家在这里的事情给忘记了 刘家在跟前 打死也不能用轮回酒啊 想到这里我赶紧提上了裤子 不敢再回头看 只是低着头含糊地回答了声 刘家 我没事 幸好是晚上黑天 我又是背对着刘家的 他看不到我做什么 不过即使是这样 我也感觉耳红面臊的 这是鬼孩子冷笑的 没事 你马上就有事了 今儿个咱们这些兄弟姐妹高兴 想和你玩玩 接着 鬼孩子拍拍手说 都别在水里冒着了 快点出来玩人 鬼孩子刚说到这里 我就感觉脚底下的淤泥在蠕动 好像有东西 要在淤泥里钻出来 我当时吓得赶紧把腿移到别处 可别处也有东西朝外蠕动 好像隐藏着无数的可怕生物 我朝水里看 隐隐地看见整个的池子里 都往外冒泡 没有什么比看不见的恐惧 更吓人了 我恐惧到了几点了 头魂几乎都吓掉 池塘是一个是非之地 我得赶紧离开这里 今天算是打了一辈子咽 最后被咽啄瞎了眼 我抬脚转动身子 准备利用大长腿的优势脊步跑出去 就在这时候 我的小肚子忽然被一个什么东西抱住 这个东西不是很大 浑身的冰凉 用四条腿抱得我很结实 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东西 差点把我的法宝轮回酒给吓出来 我当时吓得冒了一身的白毛汗 赶紧甩腿想把那个东西甩掉 可那个东西抱得很紧 现在只有抬起腿 才能看清楚是什么东西了 想到这里我就使劲地一抬腿 当我把腿抬起来的时候 一件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只见抱着我的腿的不是东西 而是一个婴儿 那个婴儿不大 看样子就是出生不久 只见那个小婴儿浑身光着 没有穿什么衣服 用小手小脚盘在我的腿上 睁着眼睛看着我 一点点地往上爬 我从她的眼神里能够看出来 那双眼睛闪着渗人的绿光 充满了怨度 鬼婴儿的身上很凉 是那种能够穿透骨头的凉 让我不住地打冷战 我得反击啊 自己绝不能败在鬼婴儿的手下 想到这里 我弯下腰双手如钩朝鬼婴儿抓去 就在我朝鬼婴儿抓去的时候 忽然鬼婴儿睁开大嘴 一声极其凄厉的哭号 那声音让人心脏都受不了 接着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啊 我这一下子狠狠地 抓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因为要抓鬼婴儿 腿是抬出水面的 这使劲地一抓 身子不稳 当时整个的身子 就朝水里趴下去了 我知道水不深 用手完全可以撑起来 于是就赶紧用手扶着水底 准备把身子从水里给站起来 就在这时 我的两只手和双腿 几乎同时被鬼婴儿抱住了 就可以感觉到 都是小胳膊小腿 我知道了 刚才冒泡的全是鬼婴儿 我刚犹豫了一下 就感觉腰上背上 全部都出现了小婴儿 那些小婴儿 也就是三四斤的感觉 背一两个的感觉不到 可好汉架不住人多呀 我背上越来越重 感觉自己的身子 压力骤然增大 把我朝水里压了过去 我当时心里一凉 心想这下子可要命 我现在是癞蛤蟆垫床腿 不撑也得撑啊 可背上的压力太大了 我的胳膊开始撑不住 身子慢慢地下沉 下巴都触到水里了 这些小鬼想要要我的小命 庄上的老人可是说过 人要是被鬼缠上了 牛蹄留下的水窝 都能淹死人 这时不远处的 鬼孩子笑着说 嘿嘿 好不好玩 在这个卫生院里 我就这头 这些鬼婴儿都得听我的 我让他们玩死你 你就活不了 我问你 现在服不服 我小时候有个降脾气 就是越是强制 就越是不服 我爹从小就打我 到现在都没有把我降服呢 我就是数个降虑的 怎么可能给一个小鬼低头 于是我扶着淤泥 咬着牙说 不服 我就是死 也不服 也不服你这个小死鬼 小鬼孩一听 生气了 大声的说 不服就淹他 把他淹服了 趴在我身上那些鬼婴一听 叽叽喳喳的说了一阵子 然后一起用力 其中的一个小鬼婴儿 还从我的脖子上 一直爬到了头顶上 把我的头往下 慢慢地把我的下巴摸到了水里 就在这时忽然有人喊道 住手 你们快住手 再不住手 我就把符子踢到你们的身上 这一声喊可是救了极了 头顶的压力一下子少了很多 肾上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我使劲地往后一抬头 把头顶的鬼婴儿甩了下去 抬起头朝前看了看 只见刘家站在那里 手里高举着一张符 别看刘家的个子不高 但气场很足 把一池子的小鬼都震慑住 这时鬼孩子看看刘家说 漂亮姐姐 我们本来就是跟这个人看玩笑 没有打算伤害他 你让我们住手 我们就住手 刘家听到鬼孩子叫自己姐姐 就疑惑地问道 你是在叫我吗 对 我就是叫你姐姐 等等 我和你素不相识 况且我为人 你没鬼 我们家亲戚 也没有死过你这么大的孩子 你为什么叫我姐姐 姐姐 因为你心善 从刚才那些举动中 我就看出来了 你是一个好人 你心里想着救死扶伤 虽然怀疑我是鬼 但依然打开门救人 还有就是 让这个大个子不要伤害我 你对鬼都这么好 人品肯定差不了 你美丽善良 就和我当年的姐姐一样 所以我一见到你 就感觉亲近 想叫你姐姐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的姐姐现在在哪儿 我的姐姐就在家里 我和姐姐是人鬼收徒 我回到家里 无论怎么跟他说话 他都看不到我 也听不到我说话 说着 鬼还在低下了头 竟然伤心地哭了 刘家小声地说 啊 对不起啊 弟弟 我提到你伤心事了 也没什么好伤心的 我姐姐的生命 也不会很长了 用不了几年 就会下去陪我 到时候我和姐姐 一起去透胎 第413集 鬼孩子说得很伤感 刘家把符子收了起来 蹲下对鬼孩子说 你不要伤心 既然你认我当姐姐 那我认你做弟弟好不好 嘿 好啊好啊 我又多了一个姐姐 既然你把我当做姐姐 那是不是得听我的 听 我听姐姐的 那好 你现在就让那些小孩 把那个大哥哥放了 我明白了 刘家这个算是 绕着弯子救我 这让我很佩服 刘家的智慧 先和小鬼孩 套关系 然后让小鬼孩 把我给放了 小鬼孩摇了摇头 对刘家说 哦 不行 姐姐 他是坏人 用符字打我 差点把我打伤了 不 那个大哥哥不是坏人 是好人 你要是不放了大哥哥 那就是好坏不分 你要你可以说 就是坏孩子 姐姐不喜欢坏孩子 你们赶紧把人放了 藏到水底下去 鬼孩子说过自己 是整个卫生院的鬼主人 他说的话果然算数 刚说完 我就听见趴在我背上的鬼婴儿 叽叽喳喳的说了会儿话 然后一个个的爬到了水里 慢慢的消失了 抱着我手脚上的鬼婴儿 也都松开了手 消失在了水池里 我赶紧的从水池里站了起来 跑到了岸上去 整个儿的身子都往下滴水了 这时鬼孩子朝我说 大哥哥 咱们说好了 他说我姐姐 你就是我哥哥了 虽然咱们人鬼说徒 但认识了就是缘分 不要你打我 我打你的 这鬼孩子的鬼脾气 我还是头一次见了 以前看到的鬼 有凶恶的 有善良的 但像这样淘气爱玩的鬼 还真是少见 居然嚷着要和好 不能打鬼孩子出气了 我的仇是报不了了 不过 我不能就这么认输了 我得说他两句 于是我就说道 我说弟弟 你既然是鬼 在阴间活动就行了 为什么要跑到阳间作祟 你这万一要是碰到 比我还厉害的人 岂不是要被打得魂飞魄散 到时候连鬼都做不成 我下阴间的时候 就差点被打得连鬼都做不成呢 鬼孩子说 这些年我们被压着 根本就出不来 可是有人在我们 住的上面扔了东西 破了我们的封印 我们才出来的 在你们上面扔了东西 扔的什么东西啊 就是刚才大哥哥扔上来的东西 就是那件东西 破了我们头顶上的封印 我扔的 你说刚才那卫生巾 对 就是那个 那东西虽然能碰我们的封印 但也能对付我们 那东西有雪光之煞 在上面飘着 让我们胆战性惊道 刘家听到这里就继续问道 弟弟 我问你 你们为什么要住在水池底下 刚才我看见可不是你一个人 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孩子 姐姐 那底下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而是一个大粪坑 是当年扔东西的大粪坑 大粪坑 这个不是水池吗 怎么是大粪坑 姐姐 事情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跟你说一遍你就知道了 这件事 发生在十几年前 那一年我七岁 就是调皮的时候 一次为爹扛着梨 牵着牛 准备耕地 我赶紧追上去 喊着我爹 要跟着他一起去抓蚂蚱 我爹当年非常的壮士有劲 他听见我在后面叫 就猛的一转身 我就看见他肩膀上 扛着梨巴 奔我而来 我多傻不及 梨巴正好撞到我的肚子上面 一下子把我碰到地上 当时一股子叉气一样的疼 我疼得哇哇大哭 我爹奉向梨巴看了一下 对眼神子看了看我 觉得没什么事 就把我交给我娘 然后扛着梨就下地干活去了 过了一会儿 我的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 先至这里疼 然后整个肚子都疼 疼得拼命地大哭 一阵阵的眼前发痕 感觉如同样死了一般 这时刘家说 我估计你这种情况 是你爹的梨巴 撞到了你的脾脏 引起了脾脏破裂出血 引起的脊肤痛 脾脏是一个血管丰富 而脆脆的实质性器官 脾脏上有包膜相连 阵带固定在左上腹的后方 有下胸臂 腹臂和隔肌的保护 胃伤暴力很容易使其破裂 引起那出血 一旦出了血 即使是现在死亡率很高 这个病的疼痛程度 和出血量多少有关系 常常是先左上腹痛 然后整个腹部痛 我听刘家这么一说 也想起了中医上脾的作用 书上说脾捅血 为血之海 具有捅射血液 在经脉中运行 防止其异出脉之外的作用 著名的人参龟脾丸 就是专门治疗脾部捅血 引起的出血症 我知道中医和西医 很多理论都是相悖的 但各有各的优势 刘家很专业的介绍完 脾破裂 我不由得佩服刘家厉害 这时鬼孩子点点头说 姐姐 你说的对 当时我娘把我爹喊回来 两个人就把我送到了 这个卫生院 卫生院里的人看了看 说我是什么脾出血 已经不行了 我娘哀求着医生救我 可是医生摇摇头说 已经晚了 当时只有临溪地区的医院 才有能力做手术 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就那样 我肚子疼着疼着 一时就模糊了 一阵极度的难受之后 我就感觉自己能挣扎着出去 只要一出去 就感觉身子一阵轻松 身子睡到床上 就会感觉无比的难受 那种感觉 十分的难受 这种感觉也有很长时间 好像反复进出自己的身体 慢慢的 我的身子越来越轻 像是要飘起来 变得舒服起来了 不再有痛苦 这时 我发现 在我的脚下躺着一个小孩 看他的脸越看越模糊 想不起来那个小孩是谁 我娘趴在那个小孩的身上拼命地哭 哭得那是一个死心裂肺 我爹也张着嘴干好 我赶紧去拉我爹和我娘 和我的手碰到他们的身子 竟然 都传身子而过 我无论怎么喊 他们都不会要 这时我忽然明白了 自己已经死了 在知道自己死亡的时候 好像一箱子长大了 明白了很多 以前不明白的事情 我不想死 初次想回到自己的身体 可那具身体已经不属于我了 我爹出去一会儿又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手里多了一根柳树田 他让我娘起来 嘴里叫着坑然鬼 然后朝我的身上 重重地打了三下 小鬼孩说到这里 声音变得阴森起来 双眼发出舍人心魄的胸光 脸上发出舍人的绿色 慢慢地变得扭曲起来 鬼就是鬼 虽然有时候和人一样可爱 可是那张鬼脸说变就变了 鬼孩子咬着牙 用阴森低沉的声音说 我看着我爹 打了我的尸体三下 把我跟他的父子亲情就打绝 我恨我爹 恨得牙根痒痒 当时就像这样 我的霜也充满绿光 我想让我爹死 让他不得安宁 我看到鬼孩子的变化 知道他因为怨气 心魔幼气 一般的厉鬼都是怨气极深所致 这时周围空气的温度骤人下降 一时间 鬼孩子的周围 升起了一股惨绿色的雾气 瞬间我们所在的地方 成了鬼域 我记得母焰叉变成我师父那次 也是这样的鬼物 鬼孩子张嘴 朝我尖声嚎叫 嘴越张越大 嘴角两边的肉不断地裂开 两个眼珠子迅速地下陷到了眼窝 眼睛变成了两个闪着绿光的火焰 脸上的肉迅速萎缩变黑 露出闪着绿光的白骨 身上的肉也快速地萎缩 露出一块块骨头 刘家和鬼孩子挨得很近 鬼孩子的突然变化让刘家措手不及 鬼孩子太可怕了 刘家吓得嘴里啊了一声 赶紧地站起了身子 急速地往后急退 一下地退到了我的怀里 恐惧地说 啊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我扶出惊慌失措的刘家 对他说 别怕 是往事激起了他的怨念 才变成厉鬼的 鬼孩子用那张极其恐怖的脸 看着我们 张着那张撕裂的大嘴 朝着我们尖叫 眼睛里充满了怨度 这是典型的让仇恨烧坏的脑子 一发作起来就开始不认人了 我们正在发愣 忽然鬼孩子伸出已经腐烂的 差不多的阴森鬼爪 朝我们慢慢地走了过来 一边走 一边用恶毒的声音说的 我死得那么远 你们还给我便失 还便我三下 我们之间的恩情就绝了 原来 我要你们死 我要你们死 要你们统统地都死 说着 朝我们扑了过来 刘家看鬼孩子朝我们扑了过来 就赶紧地喊道 弟弟 弟弟你认错人了 我是你姐姐 不是你娘 可鬼孩子根本就不听 朝我们一边走 一边说要杀死我们 这时的鬼孩子已经被怨念所控制 变得强大无比 在他身后绿物残材 阴风阵阵 旁边的水池子里 一个劲地开始冒泡 地底下传来可怕的哭号声 甚至在我们脚下还冒出了两个小骷髅头朝着我们力叫 鬼娃娃的怨念不光让自己变强大了 还把周围变成了阴间鬼域 刘家哪见过这个阵势 用恐惧的声音说道 我们怎么办 还不会被鬼杀死 我说 你不要怕 怕在我怀里不要看 我来对付这个鬼孩子